Hello, 各位好, 晚安 今天晚上勤力點做第二節 如果喜歡我每一節的節目 希望大家利用Superfans Function 著量課金贊助本人 也利用Patreon 每月定額少少的捐款 希望支持我這節目繼續做下去 其實我希望大家在 我也知道在23年通過之後 大家會有一種小subscribers 也會很多人擔心 但我說要用Patreon 真的不需要擔心 希望大家多多利用Patreon 去使用這件事 繼續下去 這個不容易的 我也不知道我這個事業能夠做多久 做政治平台是我喜歡工作 但當然也要糊口才行 所以我就說 去到今時今日 除了外面有些做節目之外 也希望在這個地方 和大家多做節目 希望大家聽一些比較高質素的 講言之有物的東西 不是聽好笑的 我不是小星 我沒有辦法小星救地球 但希望大家喜歡聽一些 中國國際言之有物的新聞 希望大家多些捧場 希望大家多多捧場之外 也要關注 我不只是講香港新聞 這一次就講中國和國際新聞 由國際新聞才帶起 這個主題都跟習近平有關 就是習近平和拜登仔 在4月2號 昨晚晚上 晚上的時間是通話 通電話 上次通電話 煮電話的時間 已經是2022年的7月 之後當然去到巴厘島 有2022年的11月 當年的會頭會面 也有去年在加州 九金山 伍德雷德 所講的伍德塞德 2023年11月的會面 所以拜登上任之後 跟習近平見過兩次面 今次2024年的4月2號 晚上就是通話 他們叫做雲會午 就是Cloud上面會午 雲端會午 105分鐘 包括翻譯 如果你隨意的話 即是真的講氣肉的東西 可能講了五十幾分鐘 我看回雙方的通報內容各議 但我拼在一起 看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消息 簡單來說 就是他們講的話 有很多的議題 各自表述 其實不是講什麼內容 是用什麼語氣說話 以及本身有沒有說出過重點 雖因為當時沒有錄音 因為都是他們秘密的通話 《學靈法》的新聞稿 不免是有所繳釋的 無論中國、美國方面一定 包裝過它 有利於自己的外交方略 所以究竟他們裡面 用什麼語氣說 有沒有一些東西故意省略 這些才是重點 但這些無從求證 但肯定的是 雙方約定必要時再通話 另外 美國財政部長 耶倫 耶倫 不要說一些噁心的東西 耶倫 Jannette Yellen 就會訪問中國 和中國主觀金融和央行的何立峰 現在貴為中共金融工委書記 和財經委員會和金融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比李強更厲害 因為國務院副總理 都還沒有明列這個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李強是第二名 但是李強什麼都沒有 有趣 福建幫、敏江新軍、何立峰有自己的幫派 他跟他見面 何立峰現在經濟沙黃 他下面的人馬主管這個金融的所謂的監督管理總局的黨委書記 李雲澤就是他的馬仔 他自己何立峰的大同學就是劉坤 前財長 前財長還有自己的小幫派 被南佛安做現在的財長 另外有一個叫羅文 即不是香港歌手不一樣的寫法 羅文呢 就是這個何立峰在法改委的時候的第一手下 現在做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局長 另外叫鄭澤傑 他就是呢 全民很多緋聞很多義太太的 他是何立峰在廈門的時候的手下 現在做法改委的主任 整個幫派拉幫結派 團團火火拉幫結派 就是他們自己搞的東西 這個後話 耶倫和何立峰會見面 OK 接著看到布林肯國務院 國務卿 即是美國國務卿也會訪問中國 所以布林肯和耶倫又是engaged with China 又要競爭 又要激烈地競爭 又要激烈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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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是軍事交流 我不知道軍事有什麼交流 第二 人工智能風險和安全的控管 你跟他賊說幾乎有趣 就是跟他賊chy 他專門於人工智能剝奪國家的安全 你跟他說這可以合作有趣 第四樣東西 就是气候变迁 就是有趣左交易 第五样东西 就是人民交流 就是humanities 人民化的文化 文化交流 那就讲这些了 其实唯一样东西就是禁毒 禁毒就是谁投毒的 你叫个贼 我跟你合作 我跟你合作禁毒 其实摆明你毒害我的 人工智能 风险安全也是这样 军事的问题也是这样 气候的也是这样 就是与虎谋皮 我觉得这个 比国的拜登的总统 是不是现在做一些 与虎谋皮的动作呢 魏总统拜登 是不是在做这件事呢 大家想一想 合作哦 我们是这样的了 就是这样合作的 喂 那些左交 如果用同样标准 你说拜登是对的 是有策略的 那你要讲合作这个字 才可以循服到中国 那按照这个道理 那为什么当时 你骂这个川普呢 川普说 You're good friend best friend good friend 然后说这个人呢 和独裁者妥协了 所以我左交 他最不讲道理 OK 我们讲的地方是什么呢 不是说拜登 说这些是错的 而是说你实际上 做些什么出来 才是重要的 就是我会讲到一些重点 先讲新华社 或者央视中共的版本 习近平就通话里面 就中美关系提出三个原则 第一 以和为贵 正所谓杜琪峰说 黑社会之以和为贵 他说2024年 今年就没有说以后 2024年坚持 以和为贵 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 不断提升正面预期 第二 以稳为重 而且以什么为什么 以稳为重 不折腾 不挑事 不越界 保持中美关系 总体稳定 你收皮吧 习近平 那么台湾的禁限水域 哦 这个就是我们 自古以来的领海 南海对抗菲律宾 自古以来的东西 还有一句自古以来 1982年的国际海洋发工业 工业拋出老口 和台湾之间的这个所谓的 海峡中线 M503红岛 和这个金门 马祖的禁限水域 完全不是为一件事 西南防空湿别区 或者东部的领海 完全不是为一回事 这个就是中国共产党 他一边跟你说 卖笑面 一边插你 那么多年 香港人见识过很多 还有很多人还说 哎呀 中国要慈眉善目一些 你看 叶柳张炳凌 纷纷说 我们要做 买版白手套 要慈眉善目一些 不要一味战狼 这些全部是白面来的 迪志愿 叶柳 和张炳梁之流 搞的就是这件事情 习近平自己跳出来 做白面都可以 所以习近平 共产党是诡辩成精的 一边说以和为贵 一边说以稳为重 不折腾 不挑事 不越界 就是叫你不折腾 不挑事 不越界 就是我可以折腾 我可以挑事 我可以越界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浪纵 第三个是以信为本 一用行动兑现自身承诺 一向这件事情 他承诺一向都不兑现 正如我们的论判 则板明夫说 中国共产党就说 中国人要诚实 不杀方 不庆祝愚人节 因为不符合中国特色文化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但 很多国家 365或366日 只有一日愚人节 中国 日日都是愚人节 这是中国 说的所有的文宣都 讲大话不打草稿 中共就说 以互相尊重方式 加强对话 以慎重态度 管控分歧 以互为精神推进合作 以负责任的担当 加强国际协调 全部都是废话 另外 他这个就亮剑了 说完这样的亮剑 就是说 台湾问题是中美第一条不可如意的红线 对于台独势力分裂的活动 和外部的纵容支持 我们不会停止任之 他说台湾问题第一红线 这个绝对不是新的东西 重点是加了一个字 纵容 因为美国几次都说 我们是不支持台湾独立 但并不会表示反对台湾独立 就是我 does not support 国下 和另一个人结婚 但我不是反对你和那个人结婚 因为我不认识你 也不认识你要结婚的人 那我怎样支持 所以我叫不支持 未支持 不表态支持 但不代表我反对 我凭什么反对 美国就是这样的情况 去看台湾独立这件事 或者如何定义台湾独立 都留有很多解释空间 那现在是不是台湾独立了 还是一定要改国号制限 或者修宪是否算独立呢 那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留有解释空间在一边 这个就是美国的做法 它就是不支持 但从未表示过反对台湾独立 OK 这个和俄罗斯北韩那些完全不同 现在习近平就说 你去支持台湾独立 你不会了 你说不支持 但你呢 纵容 因为你只说不支持 没有说反对 就是纵容 所以他说纵容都不行 多一条红线给拜登说 你不可以纵容 就是说你不支持 都没有这样的自由 你必定要反对 否则我们呢 他就不会说很严重的后果 我们不会听之任之 不会任你这样搞的 所以习近平呢 每次讲这些电话 其实就是退一步 进两步 今天看你知不知道 拆拆这些东西 这些不理他就行了 记住他说的那些说话 没有认同过他 各自表述 very good 总之 我们纵容些什么 关你7分事 是不是 在台湾的所有的东西 和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完全无关 马英九之流 我们明天开他拖 不是明天的 我就是明天和 杰斯鹿这个 苏海神秀 5星期不会播出的 开他拖一下 那现在先不说了 那这个就是拜习通话 那美国会怎样说呢 习近平是怎样对 习近平怎样对拜登说 说了 拜登又怎样说回 对习近平呢 他就在 据文在美国通报里面 说回 加强求求管道 负责任管理竞争 他说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都谈过 包括投资协调竞争的框架不变 刚刚有五大合作领域呢 全部都觉得说出来都是浪费的 大家都知道是浪费的 接着 未来几个月呢 包括刚刚讲耶伦 布林肯 接连部长级 战区指挥官级别呢 持续沟通 甚至无由上而下互动 避免误解误判 今天拜登说明了 科技封杀的东西就很重要 中国就说呢 习近平对拜登说呢 中国不会对你这些出口限制措施坐视不管的 人家就不卖给你 人家就封杀你 那你不坐视不管 你拿个原子弹打 旧金山、三藩市、纽约、华盛顿等等 不会坐视不管 所以共产党说就空狠 做就弄什么嘛 好了 美国怎样说呢 拜登就说 不会取消高科技出口限制的必要措施 也都叫中国不要干预 例如美国的大选 因为最近《环球时报》 报道一个动漫 动漫画 就是你的AI 人工生成的 就是说破碎的美国 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环球时报》的网站 或者YouTube或计划都可以看到 破碎的美国 就说呢 有四十五万人罢工 扣骂 美国哪里有四十五万人罢工 全部是假思资讯 目的就是搞乱美国 很多人就说 听过桑海神州的很多 那中国一定支持拜登 多过川普的 但是记住 介入选举的方式 不是直接我支持这个 就是拜登 反对川普 就是中国共产党支持拜登 多过川普的 俄罗斯反过来 这个是通式 如果对这件事有怀疑的话 我想你一定有些偏见在里面 是吧 中国支持川普的 川普要收100%关税 是吧 他们说川普和中国有交易的 会卖台的 这些这样的说法 我想这些是靠不住的 我会觉得 中国当然支持一个可以有计谈的人 OK 而这个拜登更加有计谈 而且比较确定可预测 侵侵不可预测 所以中国共产党 当然希望拜登当选多过侵侵 但他不会这样压住 他会怎样呢 他的目的不是哪个当选 你记住 中国介入美国选举的目的 不是要促使到拜登能够当选 因为这样做法 有很多个问题会出 会跟首尾的 因为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中国共产的手法是什么呢 制造分化 即是说 他会有两个team 即是他们网络的部门 两个team 一个是专门说 哎 美国的坏话 啊 美国的坏话是什么 这些坏话就是 美国衰 美国弱 美国什么叫 接着说 拜登衰 拜登坏 拜登什么 文不聊生 美国哪个做都一样 尤其是拜登 几衰几衰几衰 另外有个team 就是说什么呢 川普几衰几衰几衰 他又几这么坏 几这么坏 那么不断 極化 一个dichotomy 一个二分法 来polarize 两极化 两面的说法 这个就是polarization 才是共产党做的大外宣的重点 重点不是你们哪个当选 是哪个当选 都使得美国四分裂 这个就是中国共产党要做到的目的 所以他们搞这些 所以拜登 无论我们怎么去 看得不看得起他都好 他叫中国共产党的党魁 习近平 不要干预美国大选 起码说得出一个对的说话 但是呢 你说完之后 怎么去抗止 怎么去压制 才是重点 那么他说呢 美国会防止 继续防止 美国的先进技术 即是被用来破坏美国国家安全 是不会取消 高科技出口限制的必要措施 所以这方面 多谢很多的戴琪等等的团队 拜登也不是所有团队 都是华人来的戴琪 我知道他是 我们可以找手 这条线手得很紧 而且这件事不是戴琪一个人的功劳 而我们看得到 是整个美国跨党派的支持 今时今日 当你挨夹 是吧 当拜登 和川普都说 中国制造在墨西哥的一些汽车 输入 这个美国现在零关税 要有100% 喂 三位民主党的议员都说 辩子100%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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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斗加 为什麽 选举快来 美国民意是要对付中国 所以 跨党派 有原则的共识 已经出现了 即今天 无论是民主党和共和党 都是 无论你实质上 有没有软软压压 后面也好 口一定说得非常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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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对付共产党的方式 明白吗 即是这个已经成为了全民共识 否则你没有选票 OK 你没有说什么摇摇摆 做不做票 你没有选票 因为美国的民意 已经觉成了 这件事是一件好事 无论是民主党 共和党 都形成到一个 起码 on the face 的共识 是这样 那谁好些 谁没那么好 这个就得选 但美国这种 跨党派的共识 是否很值得支持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拜登 说完这句之后 又软了下来 他说什麽呢 不会过度限制贸易和投资 我们呢 就会继续我们先进科技的一些限制 但 美国不会限制 过度限制 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 或者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 那是什麽呢 又谈又砌 意思就是我们要激烈的竞争 竞争是谁做裁判 我不知道竞争是谁 激烈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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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struggle competition stift competition 激烈的竞争 而且呢 亦都要有合作 亦都有贸易和投资 喂 是不是说去风险啊 是不是说decoupling 你说不要decoupling 你要说去风险 那你继续 如果美中两国双边贸易额持续增加 你何来去风险 啊 即是说限制 不过道地限制贸易和投资呢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吧 所以这件事大家都搞清楚 这件事我觉得很忧虑的地方 OK 拜登都说到呢 台海的和平呢 是 的稳定呢 和南海的 法治和航行自由是重要的 那这个当然了 说完之后 what should you do 这个就是问题 他说担忧呢 中国 支持俄国 的国防工业的基础设施 他说呢 现在欧洲 和跨大西洋的各国都心感忧虑 这个就是 中国会不会挺俄罗斯 搞得好像俄罗斯是第一敌人 中国才是第二敌人 这样的一种 整件事很奇怪 就是说你不要勾搭俄罗斯 搞那么多事啊 那你就硬了 OK 第三件事就是 美国呢 他说对于 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呢 是持续地 持久地 是 的承诺呢 是继续有效的 那另外第四件事 是担心 中国 不公平的贸易政策 和非市场结构 所产生的各项问题 就是 独裁专政 就是计划经济 那这些这样的事呢 大家很清楚 接着美国也都 罗列了 七大中国的 生物技术公司 包括 华大基因那样 想想 实施制裁的了 那这个东西当然是好 但记住就是说 中国共产党 诡辩成绩 你压死了一只矮 还有整栗矮在后面 你压死了一只老鼠 也都有整栗老鼠在后面 所以我说 这些这样的情况 不会一日二日这样增加 而更紧要的地方就是 中国 现在呢 就是 电动车 用各行的方法 来去揣扰美国的市场 比亚迪 截截上升 但美国人 没有什么用比亚迪的 比亚迪是一种 低价的 便宜的 电动车 最近特斯拉的股价不断下滑 今天也跌了很多 整年12个月累计跌了三成 另外 Apple想搞i-card 去年一段很长的时间 最近这几个星期才禁停 全年累计 Apple跌了11% Tesla跌了30% 那么很多的财经分析 就说 已经由这个 AI时代 就是人工智能时代 比如辉达 NVIDIA的时代 取代了电动车的时代 我就不搞这些时代的分野 你搞的标题党可以这样搞 但呢 电动车的确出现问题 来想一想 美国有没有用中国的电动车 好少嘛 大部分Tesla 你去加拿大的 有位朋友都是用电动车 Tesla开我 当然我不会很鼓励大家用 希望大家不要用电动车 因为它本质上的一种 可以被错乱的 或者被人去 使你撞车 构成你生命危险的行为 所以我不喜欢电动车 但很多人用电动车 一来便宜 二来 电的加电站 很多 电价是一个 Variable X 就是一个X变项 但是呢 很多人用电动车 它很方便 而且你不用怎么动 而且开开电动车 你真的不会开车 因为它全部都自动 可以加电 OK 电动车 Tesla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 因为中国割价竞争 突然之间 比亚迪的价格 不断折 那你Tesla 没得卖 股价暴跌 害死马斯克 是不是Elon Musk 就是这样玩 OK 所以Elon Musk 最主要重点 在Twitter 和SpaceX 和很多他自己的游戏里面 星链 那些美国上面 就不是放在Tesla 所以我们说 电子车的时代 应该结束了 OK 而美国要提防些什么呢 第一 提防你那只低价的 这个 比亚迪 大量傾销到墨西哥 再傾销到美国 甚至直接傾销到美国 因为你 整个价钱 所以100%关税 再吵 150 200 搞到你断牙断纜 即是他现在提防你中国的电动车 深入到我们美国一边 所以他提前做一个措施 我觉得是对的 OK 另外第二件事 PREEMPTIVE的下号 将棋 这是什么呢 挽救自己的企业 喂 我打倒你 我们不止的特斯拉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 美国企业 才可能 可以是 在全世界跟你有的竞争 起码本地 现在 及将来 不会被你砌塌 我们本地的电动车业 可以有机会发展 所以 抗中 保美 是下好一张棋 现在中国的电动车 美国的使用率很少 他要下好先手棋 先做好这件事 这个就是他们的目的 所以拜登 在这方面 是否完全是荒谬的做法 我觉得不是的 他有些事情 他就是说 不是完全错 但 很多事情 这些政策 正是川普时代 一直下来的政策 即使今天是共和党人 无论你川普也好 蓬佩奥也好 就算你不喜欢彭斯也好 去当政 你用海利去当政 你用Dissantis去当政 这些事情 只会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我就说 左派右派 在美国来讲 当然很多人觉得是危急存亡的问题 但我会视为一个 在我 在台湾来讲 是一个 是选一个 美国希望选一个 更加有利于抗中的领袖 这个就是我一直的想法 拜登 是给川普信息 这是我的判断 你可以不同意我这个判断 因为川普是一个坏人 只有拜登才是独强 你可以继续这样讲 我完全尊重 但算难同意 我只是说一件事 今时今日 11月的选举 是延续这些 现在拖泥大水式的一些 左派的政治学 定是要真正和中国对策 如果美中关系更紧张 对台湾越有利 美中关系越紧张 对香港短期内更不利 但长语来讲 越更有利 为什么 促使到 巡政 促忙 这个就是我希望 做到的目的 所以这一集都讲很多 不经不觉 很多东西我都留下 第二节再跟大家讲 今天先讲到这里 明天再跟大家讲 好了